有花手发来个视频大家下看 像有碎莲这种一半鹅黄一半粉色 你不论什么花吧 开半阴半阳的那个 也就是大家最常见的一个 就现在这两年园园圈里面比较火的 叫白锦龟背 就是一半是白的一半是绿的 这种是一个变异现象 有的是因为自身基因变异 也有的是因为环境 也有的可能有其他药物有其他原因 乱七八糟这些个 在月季上面呢叫芽变 在一些个花上面呢叫粗锦 反正是像这种情况属于很常见 就跟人一样嘛对吧 有时候你长个胎季啊 长得巧了 正好皮中间长过来 一半脸黑一半脸白对吧 我大舅子就这样式的 这很很正常啊有的话说 我能培育出来吗 这种能遗传吗 这个都不一定 明白吧 你像白锦龟背竹 它不是每一盆都是这种阴阳锦 一半是白一半是绿 它有很多的其他变异现象 对吧 有的是这边叶子有那种斑驳的 有像这个绿螺遍迹 也是有那种大理石女王 也会有那种花叶的叫油画绿螺 好吧 一定懂一懂就行了 只能说一句什么呢 叫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你想着指着它遗传下来也有可能 不过概率比较小 对吧 像我这中间的一朵白毛是吧 我儿子以后有吗 可能有可能也没有 你想专足的去培育 那只能搞克隆 不过很难啊 也是吹在 哈 别的没啥 花儿门理解就行了 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啊 很正常 要不着急点个赞 想要问题呢 就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拜拜 嘿嘿嘿 嘿嘿 能不能让我先走 是你不当远你